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很焦虑 我有个朋友是开装修公司的 疫情之后呢 公司的房租不降 还要涨 业务呢却在萎缩 没办法 他退掉了原来的办公区 租了一个更小的办公室 聊天的时候 他就叹了口气说 反正我客源 主要是老顾客带来的嘛 现在这个时候 还要什么公司的门面脸面 还看什么未来 活下去就不错了 还有一位朋友 一直在想着买更大的房子 最近他突然改主意了 他说 一场疫情让我觉得 房子大小无所谓 身体健康 特殊时期 有足够的食物就够了 人是一夜扶平 随风飘荡 平和生活就行了 是啊 事业不顺 前景不清 很多事情变得悔安不明 你可能苦思冥想 四处学习 八方交流 费尽心力 觉都睡不好 还是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怎么办呢 董雨辉教了我们一个办法 那在卖苏东坡传的时候 讲到苏东坡 我觉得非常有启发 苏东坡19岁 考到全国第二 但是一生被贬三次 换做大多数人 早就腿了 但是苏东坡告诉我们 人间的快乐 需要自己去寻找 他44岁被贬到黄州 人家怎么度过那段时间呢 没有以泪洗面 没有喝酒解愁 而是转移注意力 那时候土猪渐如泥 他买来慢慢地炖 炖出了超级软糯香烂的东坡肉 还写出了念奴交 吃壁怀骨 写出了定峰坡 还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当地太守送了他一块地 这块地在山东边的山坡上 所以他就从苏市变成了苏东坡 好不容易命运有了转机 但又第二次被贬到汇州 这次比上一次更难 京城吃饱肚子 也没钱买肉了 就买点没人要的羊骨头 回来烧好 倒上酒 抹点盐 用刀尖剔着吃 于是羊蝎子又诞生了 实在没钱的时候 就去山上摘果子吃 于是就有了千古七绝 日旦立志三百科 不辞长座岭南人 这还没完呢 他61岁 再次被贬到了淡州 当时的海南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他还得了病 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 一个乐观豁达的人 去享受生活 他开始研究吃生蚝 还写成文章 肉与浆入于酒并煮 食之甚美 胃是油也 吃生蚝 要先将生蚝肉搬出来 用酒搅拌以后 放入水中去煮 煮熟之后食用 简直鲜美无比 也可以将大块的生蚝肉 放在炭火上烧烤 举凡海蟹海螺八爪鱼 皆可如法炮制 他还怕别人来和他抢生蚝 专门给儿子的信里写道 美介过此甚物说 恐北方君子闻之 争欲为东坡所为 求者海南 森我慈美也 什么意思 千万别和别人说 我吃生蚝的事 我担心他们知道了 会学我的样子 都争取被贬到海南 然后来跟我抢吃美味 那我就没得吃了 你说这心得多大呀 出一看简直是没心没肺 但是你仔细想 其实是有趣的灵魂 永远不老 换作你行吗 恐怕整天都得戒酒浇愁 怨天忧人 以泪洗面 愤世嫉俗 生活从此 恨啊 丑啊 交织在一起 所以看了董与会的直播 我在想 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 首先应该学学苏东坡 事业上出现低谷 没思路的时候 怎么办呢 不妨先放松自己 看看身边 努力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方说 享受一下美食 做一些自己写 但是一直就没有 顾上做的小事情 满足一下自己的小爱好 试试吧 试试又不花钱 也没有任何风险 万一这一试 你就有了转机 轻云直上了呢